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相信现场到底是怎样的女嘉宾 让她态度如此的坚决 对我女性来说是一种打击 真的不像简单 试着聊一下就不可以 不可以 她又是谁 为何激动地说出这样一番话 自己的旗子都是这样的 还要求别人的旗子很高 那哪一个东西 她说到底是拿长的还是拿短的 还是拿远的还是拿房的 我是老口都打这种人 最终男嘉宾的表白 有没有打动她心中的那个她 两人一见面 为何女嘉宾就抛下男嘉宾 把特派员拉到一旁 那个女嘉宾把主持人拉到一边 去都感觉到 世界都是黑暗的 天都要塌下来的感觉 男嘉宾到底带女嘉宾 去了什么特别的地方 竟让她落荒而逃 想带我去一个特别的地方 我很好奇 女嘉宾 等一下 怎么回事 面对男嘉宾的深情表白 女嘉宾有没有被打斗 和男嘉宾牵手成功呢 凡人游戏即将为您呈现 爱情靠中曲 我也不放弃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凡人游戏 我是交友特派员一南 首先要感谢中国珠宝特别播出 同时要感谢周志福珠宝 为我们节目所提供的奖品赞助 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这位男嘉宾呢 二十四岁出头 有着不错的外表 同时呢 在北北有一套 自己的现有住房 从事的是和水电维修相关的工作 非常敬业的一个人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他 大家好 我叫冯浪 今天二十三岁 从事水电工作 月收入大概七八千左右 本期交友男嘉宾 冯浪 二十三岁 身高一米七四 职业水电工 月收入七千至八千元 婚姻状况 未婚 我的最后要求是 身高在一米五八到一米六五之间 年龄在二十到二十四岁 会自己理睬 能调整自己的生活 不需要别人的打理 我喜欢漂亮的女孩子 穿着打扮漂亮一点 我喜欢比较时尚的女孩子 不要穿着打扮太扑术 这样子的女孩子 我不是很满意 男嘉宾的择委要求 一 身高一米五八至一米六五之间 年龄二十至二十四岁之间 二 会自己理财 能独自打理好自己的生活 三 外形漂亮 会化妆打扮自己 穿着时尚 那你觉得哪种类型才最适合你 穿着稍微时尚一点的吧 我喜欢外表比较漂亮的那种 也不是说外貌协会 我不是说外貌协会的 就两个人之间有相互的演员吧 你喜欢的这种漂亮啊 我要具体化 是哪种漂亮 我喜欢苏女型的吧 苏女型的啊 其实说那个苏女吧 我就说自己看起来比较苏女一点的 其实那种内在的啊 内在的我不是很那种 不是很在乎 就看外貌 立在不在乎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戏 我是情感观察员飞桃 我们这一期的男嘉宾呢 是一位 月入八千以上的水电工 他的要求呢 没别的 就是要长得漂亮 时尚 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 还说自己不是外貌协会的 天哪 你这不叫外貌协会 那什么叫外貌协会呢 当然了 有要求呢 也是合理的 因为存在即合理嘛 但是你不要告诉我 你吸引那种漂亮时尚 理财也能自己搞定 不怎么依赖别人的独立女生 是靠你 换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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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好哦 好 接下来呢 冯浪会去跟他 今天的这位女孩邂逅 我们来看一看 他们的第一演员 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位男嘉宾 心里的要求 小浪可以看一下 在你前面直线方向 那位穿黑色衣服的 就是我们的女嘉宾 你先看一看这个背影 给你的第一感觉 感觉比较成熟吧 成熟型 穿着来说还比较可以 但是要讲得说的话 喜欢的话 应该要看了正面才能发现 肯定得看正面 对 大家好 我叫尹洪丽 然后来自重庆电江 今年24岁 现在从事的是 房产销售这一块 本期将有女嘉宾 尹洪丽 24岁 身高1米65 职业 房产销售 月收入4000元 婚姻状况 未婚 我的择有要求是 在重庆要有房 然后月收入是6000以上 然后年龄这一块的话 是24岁以上 女嘉宾的择有要求 一 月收入6000元以上 在重庆有房 二 年龄24岁以上 你好 我去尹洪丽 你好 好 挺好 背影感觉来说的话 我第一看到他 都是说比较成熟 但是接下来我们 面对面看了一下 这个对我的内心来说的话 是一种打击吧 为什么 因为怎么说呢 我喜欢那种成熟稳重的那种 但是那个看起来 也不叫成熟稳重 那个太偏中年性的吧 他跟我说了他24岁 看起来的话不像 真的不像 虽然说男嘉宾 对于女嘉宾的评价很刻薄 但是我不得不说 但是我不得不说 有时候我们出来相亲是会遇到打击的 但是受到打击的同时不妨想一想 对方说的是不是有道理 看来男嘉宾对女嘉宾的外形真的很不满意 而现场的气氛也是越来越尴尬 特派员和编导只好把男嘉宾叫到一旁劝说 化解此时尴尬的场面 我真的看到那个女嘉宾 我不想见她了 说实话 我觉得对我女性来说是一种打击 真的不想见她 接下来 你这么恼火呀 实话 他之前跟我们编导的那个照片和真人 真的实话差距 确实有 我们编导刚才过去接他 为什么在那边那么久没过来 就是因为在做这个 看到之前的时候我也挺惊讶的 他今天也在做沟通工作 我们也没有想到区别们那么大 对啊 我看了太失望了 我觉得这没必要聊了吧 我觉得对我女性来说是一种太失望的感觉 我觉得都算了嘛 但是这样的话 会不会对你嘉宾真的不太礼貌 但是这个对男嘉宾 我觉得他没感觉的去接触 是不是 试着聊一下就不可以 不可以 如果再漂亮一点的话 可以彼此给一个机会 我觉得是 一点感觉都没得的话 坐下来聊也是浪费时间 是不是 我比把时间浪费在这里 是不是 你是不是觉得 韩哥让周期出席 觉得不大吗 我觉得太不大了 选出的太愉怨 面对外形条件不符合自己要求的女嘉宾 男嘉宾拒绝和他再继续了解 那他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告诉女嘉宾他的态度呢 你好 女嘉宾 今天的话 今天的话我临时有点死 我都不耽误了吧 因为 因为 我本来安排了你今天要去工作 就是不好意思 打得了你能够远感激过来 我也是从黑远感激过来 不好意思 男嘉宾最终选择了礼貌地结束了这场相亲 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 此时的女嘉宾又会有怎样的想法呢 刚才我们男嘉宾呢 是过来跟你说了一下 他因为工作原因可能要离开现场 他刚才在跟你讲这个理由的时候呢 可能因为他自身的一些原因 可能去 离开之后不会再回到现场 所以呢 对于今天这样的一个见面呢 我们表示非常的抱歉 首先 我也想听听你对男嘉宾有什么 怎么样的感受 刚才看了他 跟他见了这一面 还好吧 对外面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 只要是身高有点矮 其他的还好 如果今天就是说 像这样男嘉宾委婉地拒绝了你 你会觉得可惜吗 虽然棒 好 我觉得呢 就是还是不要放弃 我觉得这是一个公众的平台 所以呢 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这里 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 我也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如果你还是愿意 继续来到我们这个平台上 寻找另一半的话 我们的编导会把你的资料详细保留 找到合适的嘉宾之后 和你取得联系 可以吗 可以 怎么来说呢 非常感谢你今天来这一趟 但是很遗憾 我们的男嘉宾 因为有他自己的原因 不能再继续地相亲下去 但是呢 我们希望啊 你不要放弃 继续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面 寻找好的音乐 好的 谢谢 好 此时的另一边 面对即将离去的男嘉宾 编导也在努力地沟通 第一位女嘉宾的 他那个 就是形象 我出思 因为我看到他的手 我也很意外 因为他那个形象 跟我 他给我发的照片是不一样的 然后他们还出思很意外 然后 可能 我想问一会儿的 第一位女嘉宾 会不会像刚刚来位女嘉宾的样 如果是想刚刚来问女嘉宾的样 都不见了 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的 因为那个 第一位女嘉宾对我的所失望太大了 说实话 我希望第二位女嘉宾呢 比较刺商一点 比较漂亮点 是我内心 喜欢的内心 那我期待中 那即将到来的第二位女嘉宾 到底能否达到男嘉宾的要求呢 我们先去认识一下吧 本期将有女嘉宾 小雅 二十二岁 身高一米五八 职业 银行抵押贷款 月收入四千五百元 婚姻状况 未婚 我的这个标准是 希望 找一个 比较有主见 然后喜心 就是在跟朋友交流之间 蛮好 懂得见人 做死的那种男生 然后我希望她 你的月收入 大概在六千五一上 然后 在重庆有主放 女嘉宾的所有要求 一 细心 有主见 为人处事 懂得分寸 二 月收入六千五百元以上 在重庆有住房 好的小了 收拾一下心情 调整一下状态 因为我们的第二位女嘉宾 已经到达现场 还是这样 先看一看背影 看到了吗 蓝色裙子的那位 看到了 同样的 评价一下 因为你对女孩的 这个外表很在意 你觉得她的穿着怎么样 我觉得 比刚刚那位比好得多了 因为 看到那个穿着打扮的 那个包包 都比上位比较好 好 想看正脸吧 还好 想看 我直接把她请过来 可以 好 来掌声 有请我们的女嘉宾 小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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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男嘉宾 这个脸上都笑开花了吧 你看她眼光很高的 在你来之前 刚刚直接拒绝了 一位女嘉宾 为什么呢 待会让她慢慢跟你说吧 反正过去就过去了 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就 开心地见面 通过吗 我要先问一下 你的意见 没通过她 她是不愿意聊天的 通过吗 100分的话90分吧 谢谢 太感谢了 见到第二位女嘉宾 我觉得非常满意 所以说我100分 跟她打了90分 因为我觉得 看她穿着打扮 然后颜色的话 比较可以 然后化妆那些 我还是非常地喜欢 所以说我想 进一步跟女嘉宾交谈 她 我叫小雅 你叫小雅 我姓风 风 你多大了呀 23岁 比我大一岁 你好你好 你好 很多男嘉宾的印象 我觉得 她的外星还是可以 外星还是蛮阳光的 好的 现在呢 我们的男嘉宾 大家可以看出来 见到我们第二位女嘉宾 就是非常地高兴 马上进入到 她们的约会时间 那你刚刚 在路上跟我说 第一个女嘉宾的事情吗 那个女嘉宾是什么情况啊 那个女嘉宾的话 怎么说呢 看背影 我跟她说 打100分的话 我最后跟她打60分 然后我期待见正面 然后见了正面过后 对我的失望太大了 为什么呢 你对美女的定义是什么样的 我这个人不是说 光看外在的啊 外在也要看 但是互相来说的话 两个人走在一起 要搭吧 是吧 不搭的话 那共也不行 是吧 我不是说 外贸协会的那种 也不是说 非要看脸蛋了 非要怎么不然 那个身材和脸蛋 跟我的心里面想的 全是太大 你想的是什么样子啊 时尚一点的吧 穿着时尚一点的 然后不能太胖了 身高有腰图吗 就你这样就可以了 你不是说 给我打了90分吗 那还有10分 是丢在哪里的呢 我觉得期待的话 第一次见面 在我心里面的话 90分应该是最高的 因为我不可能打满分 因为第一次见面的话 还没有进行聊天 怎么怎么样 是吧 我就可以打90分了 然后我们聊了 觉得可以的话 我觉得10分的话 都不存在 那你觉得你自己 给自己打分 你能打多少分呢 我的话 给自己打分的话 也是90分的 我挺有自信的 很自信的 你是怎么样一个自信法 工作我就说 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 比如说人家把工地交给我 虽然说年龄不小 但是我可以让自己做的工地 让别人满意 让业主满意 让别人说我好 所以说我有自己的自信 把人家的工地 跟人家完成得很好 所以说我这点非常有自信 这样啊 那你不是刚刚说 你要希望你嘉宾 就是你意象中的那种美女 要自信一点 而且要时尚一点 就想问一下 你对时尚的定义 是什么样子的 时尚的话 就是说穿着时尚 然后之前会化妆啊 会打扮啊 会打脸啊 怎么样的穿着才是时尚呢 你觉得我今天穿的时尚呢 还可以 还可以啊 换了一个女嘉宾 终于符合我们男嘉宾的心意了 然后男嘉宾现在呢 也是如沐春风的 跟我们的男嘉宾聊天 还说到自己之前 为什么拒绝 前一个女嘉宾的原因 让我深深地感 深深地感觉到了 这个世界对于 长得不好看的人 有满满的恶意 但是男嘉宾你还说 在这个时候 你又再一次 跟我们的女嘉宾强调 你不是外貌协会的 天哪 你对你自我的粉饰 要达到怎样的程度呢 你都不是外貌协会的 你还要把这种 你真的是在黑白颠倒地 在讲这个事实好吗 因为你可能忘了 你之前还说过一句话说 我不看女生内在的 那些都是我不在乎 但到了这儿的时候 你又再说 我觉得女生 我还要看她的内在 男人相相处的来 真的是 你喝点水嘛 去买点水吧 喝杯咖啡 谢谢 你需要喝什么 水 柠檬水就可以了 柠檬水吧 然后面经过沟通过后 我觉得男嘉宾还是不够喜喜 因为在沟通的事 因为现在重庆天气比较热嘛 我们在聊天 他也没有主动去 给我们点一杯饮料 然后后面呢 男嘉宾终于想起了 点饮料的时候呢 他又来来回回 跑了很多次嘛 都问我要喝啥子饮料 我都觉得他也被动 没主动嘛 比较被动 后面呢 因为刚开始我出来的事 他给我打90分嘛 我都从那方面 感觉到男嘉宾对外星啊 特别的在意 所以说我都感觉 我自己也没达到他的要求 看来女嘉宾对男嘉宾 有些不满意 那此时男嘉宾对女嘉宾 又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小辣 你觉得咱们第二位 女嘉宾怎么样 还是比较可以 喜欢 从样貌上来说 今天我们都很注意这个问题 因为你很在意 她的样貌 到底有没有达到你的标准 对我来说啊 还比较可以 但是啊 比起女性来说的话 还差了一点点 这女士有多高的要求啊 女嘉宾也反馈了一些意见 你想听吗 可以啊 你说嘛 女嘉宾呢 也有所觉察 在你刚才和她 坐下来聊天的过程当中 她反映到的是 你不够细心 同时呢 好像你对她 也并不是那么的满意和上心 所以我也想把她的 这个信息反馈给你 让你想想 接下来该怎么办 还可以吧 愿意跟她继续下去吧 再交往一下 那你就要有所改变 因为不只是你在选择对方 对方也在选择你 所以这个是一个 双向选择体的问题 小辣知道吗 我知道 好 接下来这样 既然你有这样的预愿 咱们就做一些这种 让女嘉宾觉得 你让她上心的事 好吧 我想想吧 好 最后啊 大家还是想要 有一个结果 所以现在呢 两位 今天咱们的结尾 非常的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男嘉宾是一个 不拖泥带水的人 我相信你也是 肯定的呀 好 接下来呢 咱们就是愿意在一起 就牵手 如果不愿意在一起 分道扬镳 向左走 向右走 不留一丝遗憾 好不好 好 那么结尾之前 还有什么话想对对方说 我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 还是有礼物 然后不管怎么样 我准备了 不管是 不管是怎么样 我就会念给我们的女嘉宾听一下 感谢 谢谢 今生相遇 但愿重逢 通过反正游戏节目 我能认识你 特别高兴 希望你能帮我带路 我能陪你一生 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表现得不够出色 同时也希望你能谅解 多么真诚的希望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们能开心地度过明天 逢浪 谢谢 非常感谢 不客气 不客气 好 接下来请嘉宾做出选择 一 二 三 请选择 就这样踏身而过 如果是注定的结果 不悔要遇到你 遇到又为何爱我 就这样踏身而过 最后的这个点评送给男嘉宾 他肯定不同意 又会说 我只是喜欢女生长得漂亮而已 我哪里好色了 但是我们知道 同此曾经说过 无畏贱 好德 如好色者 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 喜欢一个人的品行 中过喜欢这个人的外表 男嘉宾就是一个典型的这样的人 而且他还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第二位女嘉宾对他 这种外貌控的看法是 我觉得他好像只是因为我的外表 然后跟我这么相亲约会 女生并不会因为你觉得她漂亮跟她约会 她就心里很高兴就为你点赞 因为这个道理就跟你跟一个女生约会 然后他只看到你的钱一样 你一样会心里产生一种非常大的不完全感 而且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的庸俗 无聊 浅薄 好色两个字送给男嘉宾 不是说你好像对女生就有那种色狼的姿态 而是说你对一个人的外形重视到这样的程度 但是实际上你自己呢 并没有达到 就是你的实力没有达到 你想得到的那种女生的那个程度 所以呢 你在这个节目当中表现出来的状态 就是特别的真实 特别的赤裸 但是我们知道 不管是对于金钱还是对于外形 就对于色这一块 当我们的欲望太赤裸的时候 就会让人觉得很丑了 非常遗憾 两个人最后都是向左走向右走 都没有留下一点遗憾 绝尘而去 我觉得我们的男嘉宾啊 有时候还是要自己总结一下自己哦 喜欢漂亮女孩 就是喜欢漂亮女孩 有自己的标准 其实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不要去做太多的无谓的猜测 这样的话会让女孩觉得你不够自信 越是勇敢 越是大胆的人 越是自信的男人 对于女人来说才最有魅力 好的 祝福我们的两位嘉宾 那么接下来不要走开 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轮相亲 两人一见面 为何女嘉宾就抛下男嘉宾 把特派员拉到一旁 男嘉宾到底带女嘉宾去了什么特别的地方 竟让她落荒而逃 想带我去一个特别的地方 我很好奇 女嘉宾 怎么回事 面对男嘉宾的深情表白 女嘉宾有没有被打斗 和男嘉宾牵手成功男 凡人有喜即将为您呈现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男女嘉宾 是要亮瞎我的眼睛 真的是俊男 亮女 那我先来说说我们的男嘉宾 她是一位从事广告行业的青年才俊 而且非常有爱心 那我们就赶紧通过VCR来认识一下她 你好 我叫李渔杰 我以后回到凡人游戏了 本期交友男嘉宾 李渔杰 24岁 身高硬75 职业 广告行业 月收入5000至7000元 婚姻状况 未婚 原来男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 在上一次相亲见面中 和一位年龄25岁从事发型设计的女嘉宾相亲 因为表现的不够成熟稳重 而且经济条件没有达到要求 而没能牵手成功 那再一次来到凡人有喜的她 则有要求又是否会有所改变呢 现在我的自由标准的话 有一点点小的变化 身材的话希望表调一点 对于喝酒这个事情呢 我也不是很简易了 女嘉宾呢 希望稍微有点爱心的意思呢 希望小动物的意思 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二队男女嘉宾 一看就是熟人来了 我们的表餐道黄毛小哥 这次不找人喝酒了哈 那还是好 终于吸取了一点教训 女孩子跟人上来就要喝酒 要什么吃群到地 这种类型的江湖露数 不是很接受 那这一次既然能够改掉 上次的那些奇怪的 相亲的招数的话 也许今天会有一个 比较满意的结局 嗨男嘉宾又没有见面了 观众朋友是不是觉得 他很熟悉呢 我想让大家共同跟我回忆一下 你当时为我们女嘉宾 在上期节目里面 点那个9月9的酒啊 你是不知道在我的脑海里 营绕了多长的时间 已经着火了 我特别想问你啊 但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 来这么一段呢 因为这首歌比较复古啊 然后觉得跟它的气质 比较复合 跟谁的气质 跟那位女嘉宾的 你这样说 那种女嘉宾听到了 上一期的女嘉宾听到了 是会伤心的 那你回家之后 有没有反思 或者是总结一下 上一次失败的原因 有啊 这次 这次回去之后 上次回去之后 想了一下 然后这次见女嘉宾的话 我现在准备了一个地方 然后会给她一些惊喜的 又是惊喜 不会像上次那样了吧 那我觉得这次 你一定要稳重一点 不要一来就把女孩子给吓到了 好的 好不好 好的好的 不知道我们的男嘉宾今天 又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 来给今天这位女嘉宾呢 我们还是先去认识一下 今天的女嘉宾版 大家好 我叫萧雪 今年24岁 身高1米6 我从事的是金融行业 工资在3000到6000 本期交友女嘉宾 萧雪 24岁 身高1米60 职业 金融行业 月收入3000至6000元 婚姻状况未婚 我的择额标准呢 是身高在1米75以上 工资在6000以上 然后有自己的住房 最重要的是脾气要好 能够包容我的任性 因为我的脾气不好 女嘉宾的择偶要求 一 身高1米70以上 二 月收入6000以上 有自己的住房 三 脾气好 能够包容自己的任性 这我们男嘉宾 是一个青年才俊 这点有没有期待啊 没有 为什么 我觉得第一眼感觉比较好 我是追求比较感觉的 像如此漂亮的女生 那在择偶上面 有没有特别或特殊的 一些要求呢 我没有其他特别的 我就想找一个 成熟稳重一点的男生 然后这样比较包容人一点 因为我的性格不好 我想找一个性格好一点的 就像生活中有点小摩擦 我知道是我不对 因为我比较任性 但我也希望他能红我 平时有点公主脾气吗 还好吧 就是比较任性 比较任性 那好吧 那今天我们就看看 我们男嘉宾 在这个方面 他的包容程度 他的成熟程度 到底是不是符合你的心意 好的 来 我们一起去吧 当我看到女嘉宾的时候 就觉得 哎呀 他跟那个黄毛小哥好搭 他们两个人都是属于看起来 比较街头风 比较时尚的类型 但是我听到女嘉宾说 我脾气不好 所以要找个脾气好的人 在一起过日子 但是我就觉得 那些脾气好的人 是倒了什么样的大霉吗 为什么总是要被你们 这些脾气不好的人找上呢 妹子我跟你讲 脾气不好是一种病 要去治 要去改 而不是说我去找别人包容我 因为这样最受伤害的 就是那些爱你的人 好 来看 在我们前面不远 戴眼镜哪个就是男嘉宾了 但是我觉得从外形上分析 不像你说的那种 要得成熟稳重 对 对 是吧 是 有一点 但是具体是怎么样 还得你自己去发掘 现在呢我就把权力交给你 你自己去那个 跟他主动认识一下 好不好 好 来 从远处看到男嘉宾的时候 戴着一个墨镜坐在那里 看起来样子很失文 有点酷酷的感觉 你好 我是今天的女嘉宾 你好 我是男嘉宾 你好 怎么回事 此刻就是应该我入化 打破尴尬的时候了 为什么男嘉宾害羞 你自己还要背过身去 背着我们呢 这应该是我们女生 害羞的时候的动作 那我冒昧地问一下男嘉宾 你这样跟我们这种 陌生的女孩子的接触 就是第几次 第20次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今年多大呀 24 多少 24 20 24 24 对 这普通话得好好练一下 24 那符合你的要求吗 24啊 这次我回来一下 走啊 刚才看到 那个女嘉宾 把主持人拿到一边去 说话的事 都感觉到 世界都是黑暗的 天都要塌下来的感觉 我觉得他24岁的年龄 太小了会不会不成熟 不稳重 你今年多大 24 你生24 跟他一样的 对啊 是 好像不符合你的要求 但是我觉得的话 通过一个人的外形和年龄 你不能判断他成熟与否 有的男孩子年龄小 心智成熟 对不对 而且你还没有接触 我觉得他外形那些还不错 跟你也挺搭的 我现在一般这个年纪的 都是这个样子的 万一他有一些性格呀 或者说有一些 他的人品各方面 符合你的要求呢 咱们不能以貌取人 以年龄取人 对不对 是不是 好 今天都打得那么漂亮了 就一定要 好 我觉得我们男嘉宾 戴上墨镜裤裤的 你可不可以把墨镜摘下来 让我们的女嘉宾看清楚一点 其实我觉得你看他摘下墨镜之后 还是很成熟呀 然后他的感觉很真诚啊 告诉你啊 我们女嘉宾本来呢 是想找一个就是比他年纪大一点的 成熟一点的 因为他可能平时呢 有的事情呢 想有点小任性 有一个依靠 那我想问一下 平时你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男孩子 性格比较外向一点 然后我的经历比较多一点 虽然年龄只有24岁 但是我内心比较成熟一点 然后我经历的事情比较多一点 希望女嘉宾能够相信我 咱们的意思就是说 咱们经历的事情多 而且呢咱们社会阅历是够的 人是很成熟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所以嘛很多误解呢 几句话就可以解开了 而且呢我觉得接下来的相处 所以就很关键很重要了 也希望呢 二位可以彼此的敞开心扉 然后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咱们互动互动 希望你们接下来的相处 是非常愉快的 好吗 好吧 想问一下你前面 那些感情经历是啥子原因 到此分手来 那面是因为 当时读书的时候 前面的那个女朋友 主要是性格方面 比较内向不是主动 要是你前面一个女朋友 你们要吵架 或是他人心 他刷小皮切的时候 你是那个方式去哄他来 你是那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是不是他发脾气的时候 你是那么方式去哄他呀 各种哄他 各种哄 他买礼物呀 或者是少的东西 遣就他呀 会操作吗 生活中 一般出现那种情况的话 作为一个男人的话 都应该表现对 还有大度的那种感觉 这样保重他 你脾气是很好啊 或者随便跟别人 毛和发脾气 但我脾气不好 脾气不好的那种程度 随机情绪不好 突然就情绪不好 都要跟自发脾气 如果说我们两个 出去吃饭的话 直到我不喜欢的话 我都会不开心 就是有现在一个 那个保重我来 特别是我的脾气 但是一般的话 现在这种的话 可能三十几岁 可能性格上面 可能是二十几岁 但是也有可能 有些人经历多了 二十几岁的 看起女性里面 也有三十几岁的感觉 你死吗 我就是后面拿开的 看情况知道 二十几岁 但是女性都是 三十岁的 长生样的感觉 看不出来 我真的 慢慢接住 就看出来 你平常是不是 像小冬的 还好 那边的话 稍后我带来一些个地方 哪里 暂时保密 怎么是你 我刚才跟女嘉宾 稍后接住了 第一次接住 感觉还不错 那边希望 跟她有紧一步的接住 我里面也准备了 一点小小的惊喜 然后稍后会带她去看一下 通过聊天 我发现男嘉宾 还是一个很不错的男生 他还给我买水 擦凳子 很细心 他说他想带我 去一个特别的地方 我很好奇 你怎么吃呢 不不不不 男嘉宾带我走进宠物店的那一刻 我心里是非常忐忑的 他是把我吓到了 女嘉宾 女嘉宾 等一下 怎么回事 你怕狗吗 你是怕狗吗 对对对 我不喜欢这个毛隆隆的 不是女生都喜欢很可爱的东西吗 而且那个好乖那个 你确实不喜欢小动物 不喜欢不喜欢 是害怕吗 那也不用跑嘛 也不用跑 女嘉宾不是太喜欢狗 那么可爱那么小的动物 为什么会怕呢 被狗咬过 咬过呀 这是我一段伤心难忘的经历 是不是咬到哪了 很严重吗 腿还好 现在已经看不见了 是很小的时候的事情 所以心里就有阴影了 对对对 不喜欢的 但是其实心里面是觉得他很可爱的 对吗 不是很可爱 但是我也怕 是很可爱 还是我也怕 好吧 那赶紧我们让男嘉宾 把狗放下 让他出来我们逛个地方 好好在那个玩一下 来 我们女嘉宾呢 其实不是不喜欢狗 她是以前被狗咬过 刚才每次从小狗的话都很怪 都不得好多吃 以后如果还好的话 我帮你熬回来 我帮你熬回来 我好吧 你看 多好 多体贴的一位男生 帮你熬回来 这得有多大的勇气 你要不要解决还是吗 什么玩意吗 你放心 我在 不得奥利 再试试一下你的个人魅力 说服我们女嘉宾去那个 通通小狗狗 我在身边一定会保护你 看你摸 我看你摸什么意思 我看你摸他 尝试一下嘛 什么事都要尝试 这样你的阴影就没有了以后 以后就不怕了呀 对对对 要不然你永远都会怕狗 去试试一下吧 试一下 好 太好了 来 干净 刚才我带女嘉宾去冲锋店 刚才进车过后 感觉他对小狗狗比较排斥 比较害怕 来的话我还是觉得比较意外 你不要怕 我来嘛 你先过去 走嘛 不怕嘛 可以 说我来尝试一下 在这里玩 这么多 我来不想吃 我来玩 要太多了 就想吃着 我来玩 我说我来玩 我来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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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玩 我的开心 我来玩 抱抱我 来 出去抱抱我 你看 多快 来嘛 尝尝哈尔摩尔摩尔摩 来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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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爬嘛 你看你看 是什么 不知道是什么 你看看 还活在那里 你玩龙虫子吗 他有感谢你为止 来 来 你不爬吗 来 成立 你咳 你看啊 是不是 我的咬里成 不然没 是不是在费 嗯 你比有点 drauf圆吗 差一点吗 来 来 你吃水吧 狼 啊 谢谢大家 在哈建东武跳过后 里面非常害怕 但是慢慢在靠近东武的过程中 我还是觉得太干净 宠物店的这一段其实我觉得蛮开心的 两个人的互动虽然说女生有点勉强 但是男生的举动我觉得挺暖心的 有时候你让一个人克服一些 对这种宠物的障碍 可能就是带他去近距离地观察这些动物 其实并没有你想得那么可怕而已 虽然我看到那个 他让女嘉宾的手去摸宠物的时候 很担心说编导 他真的没有被咬吗 要真的被咬了的话 这是一个事故吗 男嘉宾应该怎么样对这件事情负责呢 要娶回家才算负责吧 中国珠宝 传承千年汇聚金典 欢迎有喜 我们等你 刚刚呢 二位在宠物店那温馨的一个画面啊 确实感染到我了 感觉就好像是相处很久的那种 恋人在一起的感觉 而我相信电视机上的观众朋友 也是被他们刚刚的甜蜜所感染到了 那接下来呢 就到我们做最后选择的时候了 那在选择之前我想问一下二位 还没有什么要说的 在选择之前 我希望跟他最后一个惊喜 稍等几分钟 我马上就回来 好 期待 请问一下 如果送个驴丸的话的话 是送哪种比较好吃 送驴丸 驴丸 你看 帮我看一下 哪种嘛 哪种都还可以 你喜欢哪种吗 哪种呢 十一只 十一只啊 对 假的 仔细一点 好的 帅气的男嘉宾 抱着这么大一束美丽的鲜花走过来 好有罗曼蒂克的感觉 而且这个鲜花的颜色 跟我们女嘉宾很配哦 焦滴滴的 我想就是把这花 在他选择之前送给他 好吧 那既然是这样呢 我们选择的方式就很简单了 我们今天的男主角 递上你的鲜花 如果说我们的女嘉宾 同意接受的话 同意的话 就接受这一束鲜花 如果不同意的话 转身离去就可以了 好吗 听清楚规则了 二位 好 来 接下来的时间 交给你们二位 那束花 我想把它送给你 今天今天结束 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从女性一面感觉到 你也说 想找你那种女性的人 希望你能够给我一次机会 其实你是一个非常温暖 有爱心的男生 很细心也很有耐心 但是你离我心目中 想要的那种女性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很抱歉 好 节目的最后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两个字 很奇怪 残疾 这两个字是给我们的女嘉宾的 因为从节目一开始 到进行的过程当中 女嘉宾反复强调的 就是两个字 不好 脾气不好 脾气真的很糟糕 然后这种说到后来 我都有种感觉 脾气不好已经不再是 它需要去改正的一个问题 而是成了它身上的一种残疾 它就仿佛是那种 身上真的有残疾的人 不断地展示自己的缺陷 给人看 你看我手断了的呦 所以你要包容我 你知道我是个残疾人呦 所以你应该有什么 那他就对待我呢 这种感觉真的是一点都不好 我觉得一个小女孩子 当你24岁 我觉得不算小女孩了 可能会强调说我脾气不好 想找爱人包容我 但是我们知道 成年人的世界 即使我脾气真的不好 我也不能说出来 为什么 因为那会让人觉得 你是一个无法自控的人 你就像一个小孩一样 可能随时都会大小便失禁 但是情绪的失禁 是不能被原谅的 所以我给女嘉宾的建议就是 不要让你的缺点 变成你的残疾 集体的全面对她 应该改毛病的 是你而不是男嘉宾 特别遗憾 我们女主角今天是没有接触 这一束美丽的鲜花 特别期待 王子公主般童话爱情的结局 是没有看到了很遗憾 那最后我们男嘉宾 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 其实我觉得我还是 比较优秀的一个人 虽然她不喜欢我 但是会有很多人会喜欢我 点字机线的朋友 有喜欢我 请联系那么做 是的 我们的男嘉宾非常的优秀 不过这束花挺可惜的 我们家餐桌上也缺这么一束 可玩笑了啦 好的 还是那句老花 请靠中去外不放弃 凡人游戏 我们等你 知爱一生幸福一世 感谢香港周志福珠宝 对本栏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同时也感谢中国珠宝的特约播出 大家好 我叫六月 今天二十四岁 从事这个文员工作 现在月收入是三千块钱一个月 我希望找一个 然后身高在一米西左右的吧 然后的话比较成熟嘛 然后有包容室那些啊 反正各方别还是比较可以的 那种来玩嘛 欢迎游戏 我们等你 她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主城居人 对于另一半有着严格的要求 我希望她是家里面 也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 颜值最好是双眼皮 有房有菜的 她阳光帅气 让她一见清新 好帅啊 心都在高气去了 原本春心荡漾的她 却为何说出这样话 觉得头上有几只乌鸦飞过 我想回家了 男嘉宾又怎么会如此不满 当时我比较诧异 我就天哪 为什么提这么一个要求 她带着狗狗来相亲 男嘉宾却为何一再躲 我做下一把嘛 你们先下去 你还是你起嘛 我不起了 是真如女嘉宾所说 还是影有影 她这个行为 比较让我有点生气 感觉出不到我的底线了 你看我个大狼人 那么可能怕狗嘛 凡人游戏 下期为您精彩呈现 凡人游戏 我们等你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笑 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 你说地球是乐远 要用心去游乐 这种说法多浪漫 心在飞 路很长 我们是彼此的避风港 听着你 留到手上 海蜜 Roll 海蜜